准备三个鸡腿 把鸡腿切成小块 鸡块装入碗中,多清洗几遍 准备一把红薯粉 然后用温水给它泡软 准备一斋大葱,切成小蒜 生姜,鸡片 鸡块冷水下锅 放入两片生姜 葱段 一点点的料酒 半火煮开 煮开以后,冲水两分钟就可以了 捞出来之后,清水再冲洗两遍 这样我们的鸡肉就处理干净了 鸡肉里加入两勺生葱 一勺老葱 一勺料酒 一勺蚝油 一大勺的黄豆酱 再放一点葱段 两片生姜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一勺淀粉 充分搅拌均匀 盖上绑线膜 放在冰箱冷藏 腌制一个小时 好好的粉丝铺在盘子底部 低一点植物油 把它拌一拌,防止粘在一起 腌好的鸡块 再给它搅拌搅拌 再把鸡块铺在粉丝上面 最后把酱汁也倒在上面 再稍微的整理一下 放点姜片 放点葱段 最后再少加一点点清水上去 开水上锅蒸 中火大约20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直接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把葱姜捡出来 另外再取一个碗 加入一勺生抽 多半勺的番茄酱 一勺蚝油 再加一勺淀粉 用八勺毫升的清水给它化炭 锅中少几滴植物油 油热以后再把我们的芹汁加进去 炭下去就没成状态就可以了 最后再把我们的芹汁浇上去 最后再撒点葱花 我们的鸡腿肉蒸粉条就做好了 鸡肉的肉质特别的鲜嫩好吃 而且特别的入味 基本没有用油和盐 比红烧的更健康 而且做法也特简单 底部铺了一层粉条 蒸的时候鸡肉的鲜味也都保留在了粉条里面 真的特别美味 不想红烧 还喜欢健康的做法 方式是这个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记点击关注哦